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8日 今天我要做一個現象學解釋 這個現象是說什麼呢? 大家知道現在全世界各地 很多人紛紛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香港也不例外 最近很多新聞說 一些人打完疫苗之後 身體很好 反應很好 表示他們不要問 只要相信這種心態 是顯露無遺 因為香港接種的科興疫苗 還沒得到世衛的批准 不僅第三期的數據 還沒有完整地公開 在香港大學的多位學者 無論是中國籍的學者 還是西方人 都紛紛表示對數據 還沒有充分了解之前 他們不會接種 而唐英年 政協常委唐英年 還表示他對疫苗敏感 所以即使人大政協優先接種的話 他也不會上深圳優先接種 但是在跟黨做天彈花的社會氛圍 在新香港之下 很多人都搶著去接種疫苗 在大陸卻有另一種現象出現了 在2月18日 《中國疫苗和免疫》雜誌發表一篇 《浙江省醫療衛生人員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接種意願和影響因子調查》 訪問了大量醫療衛生人員 他們願不願意接種疫苗 普通人在全國抽樣調查中 有90%的人願意接種疫苗 但是這份報告中指出 在醫護人員願意接種疫苗的人低很多 緊急使用接種率只有42% 而上市後接種醫院只有27.65% 醫護人員如果自願接種的人 只不足三成 比一般人九成和香港 你看到 預約的人大排長龍 完全顯出莫大的對比 浙江省的醫護人員自己大部分都不願意接種 而不願意接種的人大部分的擔憂 就是擔心新冠肺炎的疫苗是有副作用的 佔了接近6成 57.69% 其次懷疑藥用性是不是有效 34% 當然還有一個是收費的問題 也有24.52% 認為收費過高 所以不去接種 在這個報告中 尤其有兩點特別突出 就是碩士或以上學歷的人 幾乎一面左右傾向不接種疫苗 而女性願意接種疫苗的比例 遠比男性為低 所以這個研究報告 凸顯了幾個非常有趣的數據 當然 這有涉及很多基本因素 譬如說現在中國仍然以打國產疫苗 尤其以國藥疫苗 科興疫苗等疫苗為主 而第三期臨床報告的數據 以國藥疫苗為例 但是它的有效率遠比起 Biotech和莫德納這些超過90%的保護率 是低很多的 但是也算是略高於世衛要求的標準 所以醫護人員和高學歷人士 只有三成左右願意接種 其實也反映到他們對這些數據比較敏感 而一般人 天彈花跟彈造 這很明顯有差別 這裡其實要解釋一個現象 因為譬如說我昨天講到 美國一宗非常懸疑案件 這就叫南可兒案 南可兒案裡面充斥大量陰謀論 為什麼會有陰謀論出現呢? 還有一點我需要補充 就是隨著個人主義抬頭 尤其是現在資訊發達了很多 減低了我們對真相調查的交易成本 每一個人都可以想盡辦法用自己的方法去確認 接觸不同的資訊 閱讀權威的論文 以前這些權威的論文 權威的報告 權威的解釋 都是由專家壟斷 由政府官方壟斷 現在世界各地的情況就好像當年春秋戰國 在《莊子天下篇》裡面所說 道述將為天下烈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春秋戰國的時期 本來知識是由貴族壟斷的 但是隨著貴族 好像孔子那樣沒落了 變成民間的教師 所以一般人很多人都有機會接觸到知識 所以道述將為天下烈 變成了百家爭鳴 現在更甚 很多人自己都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資訊 尤其是越高學歷的人 他們對於官方的說法 官方權威的報告 權威的解釋 是表示質疑的 也表示了有保留 所以官方叫他們說什麼 他們不一定會聽 他們可能表面上說會聽 但實際上他們可以保留就保留 可以抵制就抵制 這種就是獨立思考能力的出現 導致 這種權威解釋紛紛破產 也是因為這樣 對於政府的說法不信服 而陰謀論就越來越有視場了 當然我們受嚴格邏輯思考訓練的人 不主張陰謀論 但是對於官方的說法 是不能夠照板煮碗地完全接受的 我們盡量要保持一種存疑的心態 自己調查 自己去了解真相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根據小小的資料 輕易下一個絕對結論 所以所有問題我們是基於懷疑 而終於去推論 終於去考證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得出結論的話 我們盡量可以表示 懷疑 有可疑 有可能 而不是說必然是 這就是負責任和不負責任的態度的推論 所以對於這個疫苗 我跟唐英年應該是一樣的 我表示到我應該是敏感的 暫時不會接種這些疫苗 可能稍等一會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沒有那麼敏感的疫苗 我就會去接種 所以現在對官方的質疑 無論在美國 在香港 在中國大陸的高學歷人士裡面 都有一種清一色的態度 在香港為例 支持民建聯工聯會的群眾 一般來說的學歷都是偏向初中或小學程度或以下的 其實我之前已經做過不同論文報告的導讀 當然它另外一些是極端的 可能很高學歷 醫生、教授 或者是高級公務員 他們最富貴的那種 因為由於他們既得利益越深 他們就會越傾向建制 在英國也是 如果很多朋友打算移居英國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你的選區 所以究竟是投什麼政黨為主 如果越投工黨的可能普遍屬於基層 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學歷 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比例 如果投向保守黨 可能偏向中產、白人為主的社會 如果投向自由民主黨 可能很多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社群 當然有很多例外 還有涉及很多種族的因素 地域的因素 所以移居到英國的朋友 你選擇地點 也不妨可以考慮你的選區 傳統是屬於哪一個政黨為主 美國當然譬如說有深藍的州份 深藍的州份裡面 有一些屬於新移民 墨西哥裔 譬如說清一色是民主黨的傳統州份 但是也有高學歷的地方 譬如說紐約州 加州這些高學歷的 也是傾向民主黨的 譬如說長春藤大學那些 幾乎清一色傾向民主黨 但是傳統農業州份 手工業、工業州份 有很多傾向共和黨 當然搖擺州份那些是五時花六時變的 所以才叫做搖擺州份 這個和所謂道術將為天下列 這種莊子所提出的理論 其實也可以解釋到 隨著知識的基層化 知識由精英壟斷變成了可以透過讀書 以前透過考科舉 後來就透過碩士博士 慢慢累積上來 越高學歷的人 理論上對政府權威的說法 越有免疫能力 當然 也有很多例外 譬如說日本 澳母真理教 很多是高學歷的人士 但是對於陰謀論 邪說 也是趨之若無 一定是有例外的 主要是說百分比而已 最後我要講講葉劉淑儀 點評一下他 由於《大公報》《文匯報》點名 批評一些公務員 說一些公務員所執行的命令 不夠政治正確 會不會他們私底下是黃絲 認為要整治 認為公務員的聘請 甚至乎要經過港澳辦和中聯辦兩辦 去審查 葉劉淑儀衝出來說 就叫建制派不要搞文革上身 因為《大公文匯報》先後訪問很多建制派議員 他們也表示認同 但是葉劉淑儀偏偏在這個時候衝出來 就說不要搞文革 別人只是公務員 跟著正常程序去做事情 不要每次都這麼政治化 葉劉淑儀說的這番說話 反映了幾件事情 第一 也解釋到為什麼他一直恨做特首 從梁振英的時期 他希望可以做特首 差不贏 結果 到了林鄭的時期 又差不贏 現在他仍然想出來接替林鄭 但是 機會也是非常渺茫的 因為他的思維還是港澳時期的思維 要跟著程序去做 即使做任何事情 要偏幫建制派的 都要在制度中進行 這種是舊時代的思維 不適用於新香港 新香港 必然以政治正確為最重要的考慮 這就是我們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 以及貫徹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 其實就是一個所謂寧左勿右 現在公務員團隊受到文匯大公報的嚴厲批評 其實就是我大半年前所說的 就是一個淨化的運動 必然要在管治梯隊中淨化 突顯了以後的管治班子 必然又紅又尊 所以葉劉淑儀這種說法很明顯 政治不敏感 政治也不正確 不適用於新時代的香港 寧左勿右的思維 就是新時代管治香港的一個核心價值觀 要撥亂反正 要重回愛國者治港的道路上 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憲中 比如說提到民主的定義 與我們受西方教育的人受民主的理解不同 葉劉淑儀也是香港大學畢業的 去過美國史丹福大學 攻讀碩士學位 她所理解的民主其實與黨所理解的民主不同 葉劉淑儀所理解的民主一定是西方式的 即使修正了 還是西方式的民主 而黨所提的民主 比如說 毛澤東在延安中推行黨內民主 或者毛澤東作風民主 他們所說的民主 其實就是黨內民主或者作風民主 就是開明的意思 因為黨所提及的民主是一種開明的管治手法 而不是葉劉淑儀所理解的民主 都是講程序公義 講制度公義 這些葉劉淑儀很明顯跟不上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 我建議她也要馬上下載學習強國 去惡保一下 最後我一個愛國者建議 這個愛國者建議 就是認為陳茂波現在提出有可能會加稅 因為財政赤字嚴重 上年是這樣 下一年其實繼續會有嚴峻的財赤 之後兩三年要達至收支平衡 並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開徵新稅或者確闊稅機 我認為是在所難免 在這裡我建議推出一種叫愛國者稅 愛國者稅 所謂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無主席也說過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所以作為香港的建制派 應該向他們徵收愛國者稅 我自己本身建議 由公務員團隊裡面 高級公務員優先徵收愛國者稅 因為要淨化黨內 淨化管治梯隊 高級公務員應該優先交超過10%的愛國者稅 而立法會以後只剩下愛國者治港 他們應該要加徵至少10%的愛國者稅 還有3萬的警員 他們應該優先納入愛國者稅 所以第一我認為 他們可以優先交愛國者稅 另外一部分就是自願交愛國者稅 不設上限 你可以交到99%的稅 這是自己申報的 看看愛不是用來講 愛必然要做出來才行 看看哪些人才真正的愛國愛港 今天講到這裡 星期日我不講得太過沉重了 希望大家喜歡 留言 Like Subscribe Share 以及支持我收費平台Patreon 裡面有大量的文章 專欄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 中西大不同 陶國璋和我的哲學對談 文字版 每個星期平均有一萬字的文字內容 還有聲音檔 獨家的分析等等 希望大家支持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